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三年了吗 然后几乎每天都是吵架闹情绪 根本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 就不知道还有没有爱情呢 然后我跟他提了分手 然后他不同意 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竟竟已经在一起三年了吗 也见过父母了 我也没有尽力去接触其他男生了 就很纠结 我们都很累 但是我们又不想分开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朋友24岁来自四川戴业 女嘉宾小燕23岁来自四川礼仪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啊 谈了三件恋爱是吧 对对 小票里说现在想分开她不同意是吧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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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投降人 南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知道跟谁在一起 什么叫很害怕 挂了过两分钟 我给你打电话 你接过吗 接视频有接过吗 当时我们才到酒店 大家还在摊 你不是说你回家了吗 我说回家出去耍呀 跟你说了的 那你后来跟我说 你跟你爸妈呀 然后后来他回来了 翻他手机 看到了跟一个女的出去玩了 什么叫一个女的 我们是一群好不好 全是朋友 不是刚才说 跟你家人出去玩吗 这会儿怎么变成朋友了 是我幻听吗 他骗我啊 不是 不是 因为我跟他说 我去跟我家人一路 然后他才会让我不跟他 一路去耍国庆 不然不好推脱啊 就是你不愿意 国庆的时候跟他去玩 愿意跟那些朋友去玩 因为我们之前都约好了的 那为什么不是带着他 跟你那些朋友 一起去玩呢 当时没想这么多吧 他死活不承认 然后证据翻在他面前 他的承认 然后我翻了 他那个女的朋友圈 然后看见他们一起 旅游的照片什么的